美国科技大传病患的疗传服务 生病看诊找医生该如何掌握确切病情 得靠大数据分析 大数据分析是能够计则谁会痊愣 当时他们会痊愣 其他就是能够推荐 什么是最好的医生 在一个医生的医生 每个人医生平均产生约1100TB的健康资料 如此庞大的医疗资讯该怎么消化应用 IBM开发人工智慧系统Watson建构医疗系列数据 进一步推测治疗方法 其实Watson就像是个医学系的机器人 学习方式就和学生一样 同样藉由大量阅读 吸收医学知识 并透过疑问应答方式 模拟人脑认知 消化资讯将所得讯息同诊归类 只要输入相关提问 系统会将文献和病例进行交叉比对 选出最适当的解决方案 有效辅助医师诊断病因 降低疗程时间和误诊几率 当大处具越完整 资料取得越容易 人工智慧也会变得更厉害 大幅提升疾病诊愈率 感谢观看